今年的平安夜是香港至99年以來最冷的平安夜 但寒冷的天氣並沒有影響市民慶祝聖誕平安夜的慶祝 不下童 為甚麼呢 我穿著很多衣服 今天開心嗎 為甚麼 因為我可以見到很多東西 還有燈飾 燈飾很漂亮 都不怕的 有氣氛出來學習聖誕 有年輕人更加趁節日為遊客送上溫暖 無論用甚麼方法去到慶祝聖誕節 大人和小朋友都想帶出一個信息是甚麼 Merry Christmas 耶穌愛你 耶穌祝福福祉 鳳凰衛視記者王寺淵報道 我們的記者王寺淵現在在尖沙咀文化中心 寺淵天氣這麼冷 會否影響市民出外慶祝的慶祭呢 Karen 我現在是尖沙咀文化中心的觀景台 雖然現在來聖誕節還有兩個多小時 但可以說這裡越夜越有氣氛 雖然天氣很冷 天文台說今天是至1999以來 是近十二年以來最冷的平安夜 但不少市民說不怕冷 還說覺得越冷越有氣氛 可以見到尖沙咀的海旁現在人頭湧湧 不少人都戴上聖誕帽和穿了紅色衣服 也有人戴上閃動的紅色聖誕燈飾 還有我們沿途都可以聽到 不少來自私歌班傳出來的歌聲 還有市民和遊客的歡呼聲 另外我們今天跟部分商戶和商場負責人談過 他們說其實估計今年的平安夜和聖誕節 可能人流和生意額都會增加三至四成 除了尖沙咀的海旁之外 在尖沙咀的廣東道首後時間 會舉行一場全港最大型露天街頭派對 我們都會去到那裏跟蹤採訪 和和大家一起倒數迎接聖誕 除了尖沙咀之外 在港道方面 中環的南桂坊和時代廣場 相信都會是大家用來迎接聖誕的一個熱門選擇 我們這裏的報導是這裏 先將時間交給Karen 謝謝 而受到冬季季後風的影響 在今日各區的氣溫都比昨天低兩至三度 天文台預測 明天聖誕日最低的氣溫只有大約10度 是自1984年以來最寒冷的聖誕節 而今晚平安夜 多項的交通工具都會延長服務時間 方便市民出外寬度佳節 平安夜多項公共交通工具延長服務 港鐵除了迪士尼線 其餘的線路都會在平安夜通宵行駛 而機場快線亦都會加強班次 方便市民外遊 29巴亦都開設六條特別巴士路線 在凌晨開出 並且加強15條路線的班次服務 又延長33條巴士路線的服務時間 新巴和城巴亦都分別有11條 和14條路線凌晨開始行駛 另外 由於晚上預計會有大批市民出外觀賞燈飾 警方將會在晚上6點開始 分階段在尖沙咀和紅磡區 實施人群管理和特別交通措施 中文字幕提供